其文波一宗母亲单方面替孩子改教案件 历经五年的诉讼之后 上诉天今天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 否决华叶穆斯林母亲的上诉 让佛教徒父亲成功撤销两名孩子改教的决定 在柔佛方面则是有一名公寓前管理层 因为收取一家承包公司9600令吉的贿赂 让对方包办公寓的清洁和美化合约 结局面对的是23项受贿罪名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一名华裔穆斯林母亲与丈夫离异后 为了争抢孩子的抚养权 单方面让两名子女皈依伊斯兰教 佛教徒父亲在2016年入禀吉隆坡高庭申请司法检讨 要求撤销孩子的改教决定 三年前这名华裔父亲获判胜诉 孩子的伊斯兰认证卡宣告无效 但是母亲不服裁决 联合联邦直辖区改教注册官提出上诉 上诉庭三司今早开庭 一致驳回母亲的上诉申请 理由是联邦法院在2018年 准对应议妇女英迪拉的改教争子案宣判 为成年孩子需要获得父母双方同意才能改教 有鉴于此 上诉庭以当年裁决为依规 并认为这个案件没有可以上诉的漏洞 最终维持高庭原判 换句话说 佛教徒父亲维持胜诉 两名子女归依伊斯兰教无效 镜头转道如佛 一名公寓前管理层人员利欲宣欣 多次收取一家承包商的贿赂 每次受贿400到800令吉之间 总额达9600令吉 让有关公司负责公寓的清洁和美化工作 这名68岁华裔被告今天被反弹会押往法庭 面对高达23项受贿罪名 根据控状 被告是在2017年5月到2019年9月期间犯下罪行 抵触2009年反弹会法令第16之A之A条文 如果被判罪名成立 被告可能监禁最高20年 或罚款超过汇款的5倍或最高1万令吉 适合者为高 被告否认23项罪名要求审讯 法庭批准他以5000令吉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同时得交出护照 案件则定下个月29号过堂 披例则有军人谋杀案 一名军人和一名自雇人士 涉嫌对一名退役军人横下毒手 今天在太平退市庭被控谋杀罪名 根据控状 军阶是准位的34岁被告 在这个月10号 在斯南马的古布崖野玲珑公路 附近一处森林区 与另一名31岁被告 卢走并杀害42岁的男子 死者卧师丛林 两名被告因而触犯刑事法典 第302谋杀条文 一旦被判罪名成立 唯一刑罚是死刑 案件则定12月9号过堂 终被判罚了 和淩慨的云谷火 根据 最后这就是 том